华联市长魏嘉贤12号的中午前往了基固部落 见证了头目的交接仪式 除了感谢谢任头目攀吉茂完成世代交替的使命 更期待新任头目何志杰 在接棒之后能够持续推广文化传承的工作 12号的这一天 华联市基固部落不仅是办理了狩猎记 更是部落头目新纠任交接的大好日子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除了感谢谢任头目攀吉茂完成世代交替使命 更为新任头目何志杰穿上红色长袍 披上西屋带及挂上项链 并与攀吉茂头目一起为何志杰 戴上象征头目地位的羽冠 另外攀吉茂还举起佩刀 强调这是头目精神的象征 期盼何志杰能够传承历届头目的使命 感谢我们基固部落的族人 对我的支持与拥护 将来我接任头目之后 我们也会秉持文化传承 然后我们的文化教育 来继续延续我们部落的文化 那我们非常感谢过去 我们潘吉茂头目 四年来对于我们族人们的 一个奉献跟付出 那也对公所有很多的一个建议跟建言 那在新任的一个头目和志杰头目 那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青年族人 那承接起部落头目这个责任 希望他未来能够导入青年的元素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喜欢上部落的文化 继续传承部落的文化 那我们知道担任部落事务组长 担任头目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不只是要忙离忙外 然后对于任何的事务都要多多的了解 然后才能够宣导给族人 也要配合发列施工所的各项政策 那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 愿意承担这些重责大任的 头目事务组长 我们花园施工所会持续的 对于部落的任何事务 来做全力的支持 那也恳请所有的青年朋友 回到自己的部落 发展部落文化 市长为家先也感谢各部落头目 在每年的重要庆典及会议当中 都担任起工部门与部落间的沟通桥梁 也适时反映族人意见 让地方政府的施政美意 能够为部落族人感受 他也期盼合资节上任后 能够秉持历届头目的精神 持续努力耕耘部落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